小朋友了 不少了 十八歲了 十八歲了 全都香港的小朋友 大家都開心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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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在那邊過得好不好? 其實老實說 都不是太過好 因為那個未習慣到 因為沒有收入 又要靠家裡 買的東西就要省一點 加上租金又貴 都很煩惱 這樣 是不是都很徬徨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其實很一般 但是如果你申請成功六個月之後 就有工作證 社交安全號碼 這樣就好一點 看中國 慢慢就好一點 遲一點 現在有沒有人幫一下你? 第一是錢 第二是幫你安頓你的生活 我家人都是 主要都是我家人那邊 是啊 嗯 有沒有哭? 有些香港小朋友去美國哭 你有沒有哭過? 沒有 沒去到這麼嚴重的 哭就很嚴重的 但是如果說我 因為我很少哭的 都是這樣 慢慢的 習家沒所謂 這些生活都比較 慢慢的 慢慢的 嗯 那你今天 嗯 那你是不是都打算在這裡生活一段時間 還有是不是都想繼續讀書? 你才18歲而已 是啊 想繼續讀書的 這個 一定會要讀書的 但是遲些我想著就 過了六個月之後 申請成功之後 就是拿了一張SSN之後 我就不會在加州住了 就會去紐約那邊 就讀這個電影 就是紐約讀電影 因為始終加州的生活不是太適合我 因為我自己個人 就是其實意思是可以到處走的 不一定留在加州的 這樣 嗯 是不是這次都必必要離開 現在的心情有沒有平伏到下來? 現在的心情其實慢慢習慣 沒有這些 因為不能回頭了 其實都回頭 雖然你有那種平淡 就是在香港可以沒什麼事 但是長遠來說真的不太行 加上大家的政治理念 跟香港不同 一定要走的 加上我讀書我都要 本來都來的 但是因為遇上武漢肺炎 沒有辦法 過了半年才來 現在沒所謂 再過了半年再讀書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要沒有掛著香港呢? 掛著香港的家人 主要都是 其他事情就 香港的 香港的這個 街道那些都很想看回 老實說 那些東西吃想吃回 那些景想看回 維港那邊 但是始終來到這邊就沒得看 沒所謂的 因為 對 慢慢習慣 主要都是 這個地方又大 沒有車就不行的 現在你們可能都沒有車吧? 剛剛去到 都是十幾天 十幾天 嗯 沒有的 都是搭Uber 是啊 但是Uber要貴呢 要貴啊 是啊 遠就很貴的 遠你 譬如我這裡搭去 好像叫Burban 就是 加州後面那一塊 就是我去現在加私 上次我搭了 三百元港幣 哇很威勤的 機場搭去我之前住的那間酒店 不是單攤的 都要二百幾三百元 來回都六百元 你想一下 所以真的 沒有車就不行的 這樣 搭的士啊 更貴 是不是第一時間 真的要考過車牌 考過車牌 買個二手車 驗赴住 如果不然就很難 這裡的二手車是很便宜的 是啊 很便宜的 拿不到啊 嗯 二手車就大約三千元美金左右 你如果好一點就四千元 加油 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 嗯 我看到現場有其他朋友 來和你們一起來參加香港人 不是 這裡就是 因為現在我不知道是醫院還是什麼 前面這裡 那些人 有些是香港人 內地人都會 就是在這裡住了整三十多年 都會 就是都會叫的 有時候 所以美國那個文化是挺好的 都會支持我們 嗯 嗯 是不是感受到 那個氣氛 他們對香港人都是挺友好的 是不是 這裡是挺友好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台人街那些 那些 有些好有些不好 始終他們不跟外界去聯絡 只是 就是不懂得說英文的那些 那些 那些就 就是忠於 就是忠於 就是那個心 都是向中共支持香港人 是不是支持大陸 就是共產黨那些 但是如果你說 其實 台人街以外的地方 全部的華人 都是支持我們香港的手中 這個很感動 這個 嗯 那今天去中演館那裡 其實你用了一些自己的訴求 好啊 都是聯絡一些香港人 在那裡搞一些活動 生活在香港 發聲 那 其實最好多一些香港人下來 就是令到那個 我們的群體越來越大 就是引起 美國政府啊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 都去注意到我們這幫人 從而去 令 就是跟這個中共 有些 政策上 有些 就是 做到事情了 這樣 因為現在始終英國啊 其實美國都很好的了 在川普之前 但是現在那個 放鬆了 對抗中共 這個這樣的步伐 所以我都想 就是 各個政府都 伸出援手 對香港的時候 就是接收了 最重要 其實英國很好的 已經好像前幾天 就是出了一個 移民的政策 都是 對我們香港很好的 這樣 是的 現在你身邊的手足 多不多的 你身邊 現在剛剛 是的 現在就這麼多 都是香港人來的 都有些 剛剛那些就走了 走了一半左右 是的 拍完照就走了 是的 嗯 嗯 那遲些你覺得你在 在你的加州地方 可以幫香港人做些什麼 你們 加州地方 在香港人 最重要是個集會 老老實實 真的是集會 和網上呼籲 就是令到群體越來越大 都是這些的 就是因為 你沒有什麼可以直接做到 都要靠各國的政治人物 美國政治人物 其實美國都在做著 這樣去打擊中共 就是打擊中共 就是靠這個 嗯 就是靠這個 嗯 是如果 如果 如果 香港如果有些年輕人 上來 我跟他說 如果他就是 靠家人拿錢 都不會太過有錢 那些 老老實實 你一定三餐 你一餐都不會在外面吃的了 你三餐都 就要比如在Walmart 或者在亞馬遜 訂一些 他有得訂一些 那些 水果 肉食 海鮮 你全部在網上訂 你拿回家 自己煮 那麼 長期如果這樣 省下很多錢 如果你出家吃 一餐都要80元港幣 甚至90元 你加上 小費都90元 就是一餐90元 人家覺得很正常 因為人家有收 人家美國人的收入比較高 就是會出家吃 每餐都出家吃 就無所謂 但是人家都不會每餐都出家吃 這裡的漢堡包 差不多50多元 才有交易 才有交易 反而在香港 我們買些豬 豬靶 上去買一條 嘩 真是不太貴 很便宜 又新鮮 又新鮮 你為什麼那些是新鮮 你一蒸出來 水會結了 真的算不太貴 香港貴過這裡 我想整個豬肉 整個都很貴 還有新鮮 還有生果都很便宜 一個西瓜都好像 都是30元港幣 一個中型西瓜 黑麥瓜也很便宜 所有生果都是有機的 如果加州 我不知道其他州 加州一定是有機的 因為新鮮 因為新鮮 新鮮好像在加州 是的 所以這裡的鮮 就比較便宜 還有漂亮 就是不同 就是香港都OK的 但是這裡就比較漂亮 還有東西便宜 所以你如果出街吃 一定貴 在家裡自己煮 就一定 這個消費一定可以 因為吃是最大的消費 老老實實 你一天三餐 是的 一天三餐 一個月都90餐 這樣 長期來說 真的沒辦法 一定要家裡吃 如果你有一個爐 生活就應該搞定 有一個爐 有一個地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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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開始在市場買的東西 真的比香港便宜 吃那些東西 我講的 現在用品就比較貴 大家吃就便宜 另一個最大的消費就是租屋 租屋始終如果你一個人住 好像我這樣 就很貴的 1000元美金二十 但如果你合租 有些可以便宜到四百幾 五百元 六百元 美金 環境都可以 但你要和別人 share一個洗手間 大床 自己有一間房 都可以的 所以如果香港沒什麼錢 那些人來到 靠這些都挺好的 就是靠四百幾 可以住一間房屋 大四個人 或者八個人 甚至有八個人一起 就是合租 這樣 看你乖不乖 香港不是 不過如果真的租 真的很難認 又不是我那些 專門跑過來的那些 很難聽到 是平的香港 但是 是沒有錢過來的 很多都 比較困難 反而有人告訴我 我現在上網正在看 原來這區 或者是有一個 老產機 原來有一些 所謂 它是 給一些無醫的人 有工具性 讓它住 要上網看一看 這些東西 美國是有一個這樣的 系統 可能有三個月 好 謝謝